歡迎收看 環球大陣線 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大班主持人 張兆和 兩岸大事 國際政經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好 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參與討論的特別來賓 第一位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正棟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 張靚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文化大學廣告系教授 紐澤勳 教授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開始 先關注的是 當然是中國漁船 在金門 反覆造成兩次的意外 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答案 因為現在雙方都在討論階段 還在協商 到了協商第幾次了 跟大家講 第九次的未來 時事 時事都還有可能 原因是什麼 因為雙方的立場 都是不一樣的 現在海巡 我們就問 致欠或是賠錢 能夠善了嗎 關鍵在哪 關鍵就在管閉裡 你到底懂不懂 對岸的真實想法呢 來看考試 昨天海巡所副主持人許靜之 跟靜江洪池四會的 高級顧問 泉州台辦副主任 李朝輝 第九次的閉門會談 好 許靜之談完之後 馬上回到台灣 大家一度覺得說 還要談嗎 當然要談下去 但是他要回去去匯報說 我們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我們到底能夠 有的籌碼是什麼 所以簡單來講 他就是一個棋子 他就是管閉齡 推出來當炮灰的這個人 而他裡面的協商內容 到底有什麼呢 有三大主題要跟大家來討論 第一個 陸方要求的道歉 能不能改成致欠呢 而且雙方各自提想法跟內容 而且是以文字表述 就是不會有一個人 出來講出來致欠等等 是以文字的方式 第三點 輔慰金約140萬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大概500多萬 好 這個聚焦要點 最後決定會在哪 當然是國安單位啦 當然是海委會啦 之類的 那海委會 當然大家現在 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他 海委會主委 管閉齡 管閉齡 在接受立議院背行為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 協商的部分 因為雙方都有合議啊 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結論出來之前 任何一方都不會對外透露內容好 這是OK的 但是他還是再次強調喔 欸 這個個案被作為政治連結 海委會非常不樂見 還在幫自己來講話 因為他躲在立法院的保護傘上面 那國台辦聽到當然非常生氣 他就炮轟啦 海委會主委 管閉齡極為冷血 唯人不齒 要求停止繼續傷害 遇難者的家屬 甚至 好 國民黨的這個前主席 洪秀柱怎麼說 他說 降帥無能 淚死三君 這句話對誰說 就是對管閉齡說啊 他說 是該起事件的核心的問題啊 呼籲賴清德在未來政府用人 吾臨之後 你要用專業為主 不要酬庸啊 酬庸結果就跟現在事情一樣 所以讓管閉齡們 這類所有職務 毫無專業關係的人 失 未 數 殘 來 周老師 我先問了 現在已經談判到了第九次了 未來可能有第十次 第十一次 現在管閉齡他講的這樣的話 那加上現在 包括了國台辦 也用這麼硬的一個字眼 去回應這件事情 你現在覺得 談判的過程當中 目前的問題點出在哪裡 首先我想雙方的一個認知 還是有一定的落差啦 那包括說到底這個 我方要不要道歉 到底我方有沒有輸 有沒有疏失有沒有錯誤 那這個當然牽涉到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到底對方是不是越界 對方的這個船隻是不是越界 第二個就是到底我方 到底這個船隻的翻覆 是因為碰撞 蛇形 是主動碰撞還是被動碰撞 是被我方的船艦碰撞 還是他碰到我方的船艦 那這個我覺得當然是有待於 事實的釐清 有待於海委會提出更多的市政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的訊息很混亂 因為昨天也看到有的這個媒體的報導 是說看起來好像已經要達成共識 但是也有的媒體有反向的報導 是認為說雙方又出現了僵局 說海委認為 證明已經談判結束了 就是說這個好像海委會的人已經要 已經要回台灣了 已經不再停留在這個金門了 但是其實看到目前雙方都沒有透露出一個正面的訊息 包括這個今天早上這個國台辦的這個聲明 又直指這個管碧林 對他有很多的攻擊 對他有很多的批判 我覺得這些都不像是雙方已經達成共識的感覺 那當然我覺得第一個要釐清事實 我想民眾都很關心 因為希望這件事情盡快的落幕 但是我認為還有幾個很核心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釐清的 就除了剛才事實的部分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 雙方是不是能夠各自找到台階下 就是我們方面能夠維護我們既有的 這個所謂的執法界線 執法線 大陸方面也能夠對他們內部的這種 非常不滿的聲音有所交代 就展現出說他能夠表示說 他也有適當回應他的民意 我覺得這兩方面的空間都要有存在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除了要追真相之外 雖然已經說了畫面是沒有 但是包括面子 包括李子 大陸跟台灣通通都要這樣的一個事情 對 李子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現在可能雙方的這個 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會有一筆這個賠償金 那到底他是這個賠償還是撫慰 當然可以在名詞上再去界定 那我覺得比較有 比較好 比較奇怪的就是說 雙方還在針對所謂的公開道歉跟書面 致歉 其實這兩個當然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有差別就在於說 如果是公開道歉 海委會誰要去道歉 那是不是管碧林要出來道歉 那個畫面會不斷地被重複 但我覺得就沒有 可能沒有 海委會沒有人願意去擔任這個角色 但其實這個難道不是 這個管碧林應該承擔的責任嗎 對 如果說他的道歉可以讓事件圓滿落幕 那我覺得就作為執法上的這個疏失 能夠去道歉 我覺得也是不失我們的政府的立場 又能夠解決問題 我覺得管碧林如果真的這麼愛護海巡 就像他講的 我覺得這一點沒有什麼好遲疑的 那當然其他的條件 其他的問題必須要釐清了 包括就是中共的這個公務船 特別是武裝船 不能夠再輕易 不能再到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執法的界線裡頭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就是雙方有一個 除了就是說對於賠償的部分 大家可能比較有共識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在於說 如果情勢繼續升高 中共在高漲的名義下 必須要採取一些所謂積極的 所謂的這種巡航 這個所謂執法的行動 可能會傷害到金門漁民的感情 傷害到金門漁民的捕魚的權益 那這些其實對大陸也是不利的 因為畢竟金門本來就是 中華民國目前管轄範圍裡頭 最希望兩岸和平 對大陸最友善的一個地區 那所以說其實怎麼樣維護好 兩岸的這個共同的紐帶 我覺得不僅是對台灣的利益 也是對大陸的利益 所以大陸在這一方面 當然真的是需要去很審慎的處理 那反過來說 我們也不希望從台灣的角度 也不希望大陸的這個派船艦來台灣 台灣這個自權範圍 常態性的執法 因為這個其實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也會破壞這個海上捕魚的秩序 所以我覺得這些方面其實 是雙方可以有共同點 但現在就是怎麼樣的圓滿的落幕 不要讓它再進一步的升高氣氛 我覺得這是第一步的 所以真的是希望兩岸的執政者 真的都多說好話了 多能夠去創造一些和緩的氣氛 也真的能夠在實質的問題上 能夠再向前跨一步 找到一個對家屬有交代 也能夠讓雙方都能夠 有各自交代的一個方案 牛老師我們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 管碧琳如果去道歉 好像事情就會來結束 但是他真的有可能道歉嗎 感覺起來機率比較低一點 尤其他一直跟大家講說 不要政治化 他們是刻意的去政治化 原因是什麼 大事化小 小事有辦法化無嗎 管碧琳還要繼續錯下去嗎 基本上如果就這樣一個事情來講的話 本來的一個低政治性 或是以事務性作為一個談判協商的基礎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存在 但就是說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比較顯著的一個政治議題 確實有它的一個脈絡 我先講第一個部分 其實可以去政治化 或是低政治性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今天 角色的一個主角來講的話 如果是金門縣政府 或是海巡 或是民間的一些相關單位 去進行一定程度的協商談判 或者是磋商來講的話 這樣的一個議題 有可能就框架在 非政治性的一個局面議題上面 被認為是一個事務性的一個協商 因為畢竟就一般的邏輯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金門在金架海域中間 不管是海巡單位 可能常都會碰到類似的相關的一些情勢 而我認為也就是說 以兩岸的一些相關默契 其實也有這樣的一個解決問題的一個潛規則在 這個其實如果受限在這樣的一個範圍之內來講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它的一個政治性降到最低 變成是一個事務性協商這些相關的一些概念 但是就現階段來講的話 這個議題已經被複雜化了 所以你說要去政治性 坦白講幾乎不可能 主要的一個變數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變數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對岸有兩位人士往生 好 那這個議題一定會炒大 那第二個關鍵點來講的話 就是說照理講的話海巡執法 他要有一定程度的一個SOP 也就是說他可能要針對衝突情況 去做一個錄影保存這樣的一個動作 以背後續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不管是比如說就司法進程來講的話 錄影可能都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但是因為現在最關鍵就是沒有畫面 大家會想了很久就是沒有畫面 你看沒有密錄器這個事情 或者是人家也在質疑就是說 是不是有錄影 而你沒有 你不願意把它拿出來 所以你看這樣的一個 到底有沒有錄影 錄影的實際情況是如何 那如果沒有錄影的話 就牽連到這樣的一個SOP 標準作業流程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問題 你連在這個議題管理的一個面向上面 可能都出現相當程度的一個舒適 所以錄影與否 變成了現階段的一個關鍵性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你看眾多紛紜陰謀論也就出來了 陰謀論出來的時候 怎麼不把 怎麼可能不把這個議題上綱到政治性 好 那第三個變數來講的話就是 這個層級又上升到海委會 而海委會的一個主委管碧林 又是一個純政治人物 特別是在現在台灣面臨要換屆的一個情況之下 賴清德要上位 520就要就任總統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管碧林他的相關一些發言 或者是在社群上面的一些PO文等等來講的話 他會不會有保官位的相關考量 他在520前面的保衛戰 如果有的話 這個議題一定就變成政治性了 因為他我坦白講 他就是一個純政治人物 那你政治人物的一手舉手一頭足 針對這樣一個敏感複雜的一個事件 你的相關一些論述 或是你臉書上的一些PO文 你社群上的一些PO文來講的話 怎麼可能沒有政治上的考量 或政治上的一些動機 黃論你相關的一些論述 還被外界認為有訊息不一致的一個情況 因為在危機處理的過程中間 如果你的發言論述 被認為訊息不一致來講的話 這個就知識體大 這就是知識體大 所以我才認為就是說 第三個變數就是管碧林的相關一些角色 它就是一個純政治的一個角色 它的一些發言或是PO文 也引起了對岸國台辦的一個批評 那這樣的一個議題來講的話 當然就被政治化了 而且變成是一個台灣新聞關注的一個重中之重 那這樣的一個重中之重的一個新聞點來講的話 你各黨的一個立委都開始歸隊了 就針對這個議題開始進行相當程度的一個攻防 這個全部都是政治 所以我們才認為就是說 你原來基本上這個事物 如果受限在一定程度 傳統運作的一個框架中來講的話 它就比較會有不被政治化的情況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相關的一些變數 到底有沒有露營 或者是有人往生 或者是海委會管碧林他相關的一些角色跟發言 這個議題你要不政治性都很難 來 金剛你怎麼看 現在兩岸執法的默契被打破之後 關鍵在哪裡 是管碧林跟所有人講說 包括一些漁船 包括一些觀光船 如果你遇到中國海警要登船 你第一時間是什麼 撤退 趕快通知你的海巡署 同時陳建仁在背群的時候他怎麼樣 他跟媒體講說 如果有中國海警船進來之後 他要馬上的驅離 但是在立法院電腦他又說勸禮 上面反反復復下來 第一線該怎麼辦 我想應該這樣講了 就是說我們海巡艦艇 所有的執法 他與他一定的規範 陳如剛才這個 我要呼應一下 我的好朋友 這個特別要講到 這個規範確實是存在的 而且這個規範都被人家找出來 在第幾條 第幾款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要去 分析是不是政治化 大家要考慮到 管閉林今天之所以 在擔任海委會主委 海委會的他的位置不在台北 他在高雄的成功路 海委會主委所掌管的資源 不光只有海巡 他其實還有海洋科學 海洋文化 海洋海洋 那個是一個去培養自己的聲望 而且博取未來去接陳其邁 高雄市選舉 相較於劉志芳而言 管閉林缺乏行政經驗 劉志芳他以前 當任過行政院秘書長 所以管閉林 他要是好好經營 這個海委會的主委 對於他將來在黨內初選 去爭取高雄市市長的初選勝利 跟未來的勝選 這個是他最大的考量 就是因為有這種政治的考量 所以你才會發現 他會用個人的管道去個人去貼文 去抱怨你不要把我妖魔化 是如何如何 但現實的環境很殘酷 就是管閉林現在已經走入一個 所謂塔西多陷阱 塔西多陷阱 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公權力機關 失掉公信力之後 你講什麼東西 都受到人家的善笑 嘲弄 而目前管閉林 只要一開口講話 就是人家善笑跟嘲弄 對於他未來的這個 該謀取高雄市市長的選舉票房 是大大不利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覺得就是剛才澤勳兄 做了很多很多的這個 就是說分析 我覺得大家也應該 從這邊來切入 這個就是 因為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其實海委會是在高雄 他之所以叫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處於 將來爭取高雄市市長提名的 重要的戰略位置 所以他今天才會 急急忙忙跳出來 但是他操作成這個死樣子 而且要把自己弄得狼狽不堪 我認為其實 什麼時候會落幕 假如說現在高雄市民 對這個事情越來越不耐 而且越來越來把它當作一個醜角 當作一個笑話來看 他知道再這樣搞下去 因為對岸要的是真相 他所希望掌握的是對抗 因為他認為對抗可以獲得票 所以管被領導要選擇 什麼時候要下車 對 就是有票沒有 萬一沒有票 而且高雄市民開始厭煩 開始討厭 而且覺得你是個很笨 將來市政不能交給你的時候 他就很快的要清理戰場 把它要結束掉 了解 來 劉老師我們看到了 2月27號 中國的海警船 已經增加到11輛 而且這11輛滿有意思的 包括2000跟8000噸的大型船艦也在列 包括海警 海監 海巡 而且裡面11艘裡面有兩艘 就像畫面上看到 在床我的靜置水域裡面 好 裡面包括了福建省的政協常委 副會長董梁翰他怎麼說 他說大陸紅會人希望在人道領域上面 與台灣建立溝通合作管道強化 但現在問題點來了 你官方沒有辦 那你民間來辦 好 民間來辦 你又削弱了紅會 那你現在 到底是在玩哪裝 對 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就是說 民進黨政府在這個議題的 處理面向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有一些進退失據 這樣的一個可能的一個情況 你等於就是說 民間組織照理講 他有一些處理問題的一些 標準稅月流程跟相關的一些no how 但就是說近幾年來講的話 這個兩岸關係跌到了一個冰點 那所以民間組織 其實即便想在這樣的一些相關 兩岸事務的議題上面施力 都變成心有餘而力不足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就是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其實我坦白講 驚嚇水域裡面來講 可能有常常都會有這些相關的一些事件 但是可能都有一些處理問題的一些潛規則 你只要透過比較低政治性的一些 相關一些機制去進行一定程度的一個協調 未必沒有解決或者是控制問題的一些 相關一些方法 那但就是說 現在這樣的一個進退失據的一個情況來想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就是說 其實似乎民間組織 也沒有辦法去做相當程度的一些施力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因為畢竟其實如果就雙方兩兆 在談判的過程中間 其實民間組織 他也可以扮演第三者的一個功能 對 一般在談判的過程中間 扮演第三者 他確實來講的話 有一定程度的一種功能性存在 所以他算是一個潤滑劑 對 第一個就是潤滑劑 第一個就是潤滑劑 照我講一點都沒錯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是 隔離衝突激烈的雙方 讓他們彼此有一定程度冷靜 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那第三者還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提供一些相關解決問題的另外的方案 因為畢竟就 談判在激烈交鋒的過程中間 可能談判兩兆雙方 為了自己利益的一個堅持 可能會殺紅了眼 那殺紅眼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會忽略掉 有一些可能解決相關議題的一些方案 而沒有辦法去看到這些 這些解決議題的一些方案 但今天如果一些民間組織 能夠居中去做一定程度的協調來講的話 他也可以去穿梭兩兆 進行一定程度的折衝尊主 甚至是提供一些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的一些 釐清或解決問題相關的一些方案 這部分來講的話 都是民間組織在這些複雜 甚至被政治化的一些相關協商談判事務過程中間 他可以去扮演一個角色或達到一個功能 但很可惜的現在民間組織 也沒有辦法去在這個面向上面 做一定程度的施力 是 張靖老師 早就被他們立法 因為他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跟反滲透法 沒有授權還有法則 所以很多的就是說民間組織 都不願意去淌這個渾水 其實這都是民進黨執政 搬石頭砸自己腳的結果 周老師 我覺得 我看到一個會議讓我非常驚訝 這是漁傳翻覆事件之後 民進黨幹部跟大陸的學者 開一個視訊的會議 這個視訊會議 並不是一個官方的會議 在裡面民進黨的 中國事務部主任吳俊志說 台獨黨綱已經是歷史文件 所以不再宣布台獨 好 大陸學者聽了當然覺得 還是有點不太舒服 但是他們認為說 雙方同意要對話 但是今天民進黨出這個招 而且不是在一個官方的會議上面 他在測試大陸的底牌嗎 我覺得他當然是釋放一個 善意的訊號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把這個背景大概講一下 因為這個會其實是 在美國美利堅大學的趙全勝教授 發起一個叫做 環球兩岸關係研究會 他們舉辦的一個就是 關於兩岸重大問題的一些 線上的座談 這個其實這一系列辦了很久了 那麼這一次他是由這個 就是民進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 吳俊志跟廈門大學 台灣研究中心的一個叫做 叫做這個 另外一個這個研究員叫朱磊 他們兩個人一起 就是等於是有一個對話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看到 朱磊因為他本身是 所謂的民間學者 是一個學者的身分 其實第一就是說 他本身不是沒有具有官方的身分 那這個主辦單位 也沒有官方的身分 所以你說他是一個民共的對話 其實談不上 但是他一個比較有意義的事情就是說 他是一個在公開的 就是說可以被公開的一個活動 那你知道過去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滿長的時間 大陸的學者跟民進黨學者 民進黨方面代表的接觸 其實都是不願意公開的 他們其實有接觸 但是不願意公開 為什麼呢 因為民進黨在剛開始 蔡英文剛開始執政的時候 他就很 就有些人就會用這樣子的過 這樣子的事情來去宣稱說 你看大陸雖然民進黨 沒有接受九陸公司 大陸還是願意跟民進黨對話 對 所以說他們後來就變成很害怕 或者很不願意有這樣子的活動 那從這個經驗裡頭來看說 那這一次的活動 還是有他的一個意義存在了 不過我覺得有兩件事情 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吳俊志的這個講話 在大陸的媒體幾乎看不到 連其實連針對 就是連台灣可以看到的一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一個平台 叫《中國評論新聞》 對 都看不到他的這個報導 因為以往這個活動 都會在《中國評論新聞》 有一些報導 很多的這個系列活動都會有報導 但是這一次看不到 所以表示說大陸其實對於 要怎麼去對待這樣一個發言 我覺得還是很有保留的 我認為其實這反映出來 大陸的一個做事的風格 就是說他要觀察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真意的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我認為 吳俊志的這個講話 其實也談不上有什麼心意 為什麼呢 他有講跟沒講一樣 對啊 因為當初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台灣前途決議文 就是要處理台獨黨綱的問題 但是如果台獨黨綱 真的已經成為不存在的東西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廢掉它 你不是不能廢 你可以去修黨綱 國民黨的黨綱也修了很多遍 所以說你可以去修的東西 為什麼你不修 你還把它留在那裡 所以我認為這些裡頭 其實當然就是大家會期待看到 而且更何況吳俊志 他是中國事務部的主任 他固然可以有所謂 民進黨官方的代表的 這樣子一個角色 可是他終究不是在 民進黨的權力機構裡頭具有 能夠去做代表集體意志的 這樣子一個機關 所以我覺得這兩點 我覺得我們要注意 來 靖哥 我覺得吳俊志腦袋不清楚 人家關心的是 不是他是不是歷史文件 而是說他是不是終止適用 吳俊志你去問問看 你的結婚證書 是不是歷史文件 人家關心的 是不是終止適用 他完全沒有搞清楚 人家關心的重點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還有更多討論 好 這次大陸兩會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尤其是全國全球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關注什麼點呢 包括人事包括了經濟 包括了經濟 包括了經濟 反分裂國家法 會不會入所謂的習精神呢 我們先從人事來看 十四屆的中國全國人民大常委會 第八次會議 之前出過市的秦綱 之前被拔掉的李尚福 好 大家想問 國務委員會的空缺 是不是會補上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 中央外辦的主任王毅 回鍋接任外長 謝鋒也確定來接任駐美大使 海軍的前司令董軍來接任房長 另外中聯部長劉建超 是另有重用嗎 因此現在這個人事上面 第一個我剛剛問的 國務委員空缺是不是補上 第二個事情是 是不是這些社外團隊能夠補齊呢 好 但這次兩會 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照傳統來看 好像不會是這樣 因為照傳統來說 在兩會之前 應該會攸關制定會議方向的 三中全會也破例沒有召開 當然很多的學者是說 這次認為三中全會沒有召開 原因是因為要整頓 好 那到底該怎麼整頓呢 對市場整頓該怎麼做呢 另外最重要的是 怎麼樣達到高質量的發展 這句話是習近平說的 好 左老師 我先從人事問題開始問起 裡面有幾個妹妹嘎嘎 其中中辦主任所 中南海大館家的蔡奇 在社外上面會有更吃重的角色嗎 另外我們剛剛問到的是 三中全會這次怎麼破例沒有召開呢 首先講到蔡奇的角色 蔡奇的角色主要是跟著習近平 就是他不太可能在社外事務上 有一個獨立的角色 當然只要是習近平出席的活動 蔡奇都會出席 但這種情況在過去 丁薛祥擔任中辦主任的時候也是一樣 栗戰書擔任中辦主任的時候 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來講 那是他的角色是跟著習近平來的 也就是習近平在對外事務上的重要指示 那最後還是要通過中辦主任去落實他 去推動他 所以這個當然我覺得他的角色是這樣而來的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您剛剛提到就是關於其他的這些人士 對 就是比如像說剛才講到 比如說劉建超會不會接外長 大概現在大家都有這樣的猜測 但是劉建超會不會接外長 可能他要有一個整體的佈局了 也就是說他在內部大概擺平了之後 才有可能去做這個調整 在內部沒有完全敲定之前 大概我覺得這個調整還不至於出現 所以這也就牽涉到 所謂三中全會的問題 因為大家注意到 比如像秦剛 現在他辭去了這個人大代表的職務 他之前也已經離開了這個外交部長的職務 但是他還沒有辭掉 還沒有離開所謂中央委員的職務 因為大陸是以黨領政 所以他的基本上他是黨職在先 比方一個人要被判刑 通常尤其高階官員 他先剝奪他的黨籍 所以你看現在的情況是 這些人他的政府的職務變動 但是黨的身分沒有變動 那這當然就是卡到了 三中全會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看到三中全會開了以後 大概所有相關人士會更加的清楚 當然有些位置不能空在那裡 一直空在那裡 所以我們看到比如像董軍 比如像王毅去接這些位置 但是劉建超的位置比較特別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如果去接外交部長 那麼他的所謂中聯部部長的職務 就也要有人接任 而外交部 外交體系在所謂中央委員會 只有四個人擔任中央委員 一個是劉建超 一個是秦剛 另外一個叫齊玉 是外交部的黨委書記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王毅 所以目前在看沒有人可以替得上去 對 沒有錯 就是牽涉到就是說 他如果要再補一個人上來 這個人等於就是要把他拔著到一個 本來應該是具有中央委員 升資格的這樣子一個位置 對 所以他當然就變成是 這一步要變成要非常的謹慎 要非常的安排 各方面的安排都要安排到 當然也有人認為說 為什麼中央委員會 現在遲遲沒有召開 經濟改革當然是一個重頭戲 但是人事問題 以及黨內的團結問題 待會兒我相信也是 習近平需要去費行安排的事情 來 靖哥你怎麼看 現在真的跟學者講的 三中學院沒有開 就是因為要 經濟整頓是第一 維穩是第一 因為過去以傳統來說 你包括一些官媒會問計 學者還憲策 今年完全沒有 那他們又喊出說 我們經濟成長率要到5% 要怎麼樣才能維持這個5% 其實按照現在為止 這個今天是2月28號 你繼續往前推 在後面還有10個月 這個變數仍然是很多 但是我們歸納出來 所謂的這個 各界的三中權位 都是對於經濟政策的改革 以及政策上面的發言 其實也不盡然 我們回顧19屆的二中跟三中 中間只隔了兩個月 那個時候最主要是處理 這個政府體制改革的問題 所以習近平從19屆之後 一直在打破傳統 無論是人事 無論體制 或者說是黨政會議的進程 一直這些步調都一直在改變 那三中基本上來講 我給大家提醒一下 對於人事紀律的問題 在20屆的第三次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全體會議 已經在1月召開 假如要處理這個 假如李尚服跟秦剛是牽涉到紀律問題的話 那個時候應該有決議 但是中央紀檢會的第三次會議之後的 會議公報 並沒有看到處理這個問題 他沒有對外公開 那根據這個 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的規定的話 就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做出相關的決議之後 報請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 他才能把這兩個中央委員除名 所以他有一定的既定程序 那三中全會假如說 我們指向是對於經濟的政策跟改革的話 我想跟15 第15個國民經濟紀 跟社會發展計劃有關 那第15個5年這個計劃 目前正在草擬的階段 現在都已經開始動起來了 那什麼時候會審議呢 是下一次的這個兩會 不是今年的兩會 是下一次的兩會 所以我們可以估計 假如按照以往各界的事成 而不拿這個19屆來講的話 我想這個在今年的秋天的話 無論如何這個三中應該會召開 那三中會召開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有滿重大的 就是決議 甚至可能會比你會通過一個 像這個18屆三中 就是中共中央對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決定 那麼重大的那個大堆頭的黨政文件 這個是要可能性 你說在今年就有可能會做到這個重大 對 今年秋天 就是說比照18大三中 因為18大三中 那是一個很大的改革藍圖 總共有16張 那個確實是做了很多東西 而且也影響了中共內部的政治步調 所以越是 這個人家講樓梯想的越久 就是籌備的越久 醞釀的這個東西越久 所以假如說真正醞釀到 今年的這個秋天再開三中的話 我想那個出來的那個黨政的決議 應該是很大的 來 劉老師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 叫做薪質生產力 這習近平說過 大家都想問這薪質生產力 到底是什麼 你要怎麼做到 他有說 他說三年新培育人才1.5萬人次以上 好 需要帶動高技能人才500萬人次左右 好 這個訴求 最大的挑戰目前在哪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 薪質生產力 坦白講 確實是一個非常高大上的一個名詞 它確實充滿了 相當程度的一個企圖心 也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 薪質生產力 它的一些相關策略的一些安排 去重建或者去強化 整個中國的一個民族意識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的一個關鍵點來說的話 薪質生產力的一個概念 就是建基在整個創新 優質跟先進生產力 這幾個面向上面 去做整個的一個 未來產業規劃的一個強化 對 什麼叫做未來產業規劃 第一個未來產業規劃 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以量子 或是生命科學為主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未來產業 也就是說 中國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 薪質生產力去建構它的一個 在國際上面的新的競爭優勢 對 也去為它這整個全球議程上面 都強化 希望能夠去在未來產業 包括我們剛剛所講的一些量子 或是生命科學 或者是一些半導體產業上面 我覺得方方面面整個未來性強 包括AI等等 可能都會包含在這個面向上面 作為未來產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邏輯 做出發來講的話 除了我們剛剛所講 他希望能夠去 強化這整個的一個 中國先進產業 在市場上面的一個領導地位 或是建構新的相關一些優勢 或是建構新的一個未來產業之外 他還希望去強化提升中國 前幾年一直被認為 是有點疲弱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經濟 對 所以你看他的一個企圖 是在三年之內 先進的領軍人才就要1.5萬 對 然後要有500萬這些相關 新科技的一些人才 所以他現在除了維穩之外 他要走出一條新的路 他要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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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把經濟重新拉上來 他也希望能夠在 世界的一個全球議程上面 有舉足輕重的一個話語權 當然你在延伸考量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美中博弈上面的一個 增加權力跟籌碼 跟美國較勁的一個考量 因為這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也是美國產業的一個重中之重 中美博弈是方方面面 各方面都在進行博弈的 所以中國先喊出這樣的一個 漂亮的一個專有名詞來講的話 也就宣示了他在這個產業上面 他要先插旗 而且要建立領導品牌這樣的一個形象 這個部分來說 他當然進一步希望能夠去 對美國產生一定程度的一個威脅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都是他的一些企圖心 或者是策略相關的一些脈絡 但就是說你說他有沒有挑戰 他當然也有挑戰 因為美國坦白講也不是吃素的 美國對於你中國企圖心 這麼強的想要建立未來產業 那我一定會去在法令上面 或是結合我的歐洲的一些盟友 去給你下一些拐子 或是建立一些半馬鎖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那第二個大威脅來講的話 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可能 在三年之內 去把這整個上下游產業鏈 去做一定程度的統整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再補一小點 這個三年到底有沒有所謂 戰略規劃的一個科學化的依據 還是你直接喊爽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都要進行比較細膩的一些 細膩的一些策略的一個規劃 好 我們剛剛除了談到人事之外 談到經濟 大家還記得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的 反分裂國家法要入所謂的習精神嗎 好 這個所謂2005年頒布的 反分裂國家法其實是在胡錦濤時代 已經長達19年沒有修法了 所以現在傳出可能會將第八條說得更為精確 要加入的時期 細則就是所謂加入的習精神 好 周老師 這個習精神會加入嗎 為什麼大家會想這樣問 最主要是因為王毅今年1月去埃及 他受訪時提到一個關鍵 他說搞台獨會受到歷史跟法律的嚴懲 大家想說嚴懲跟什麼有關 跟修法是有關呢 那你是要修法的意思嗎 是有這個訊號在 其實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傳出來說 要修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那現在其實這一段時間一直都有 陸陸續續有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那主要當然其實有幾個面向 其實也跟修法有關係的 第一個就是說 反分裂國家法目前為止呢 他在有一些 他的這個 他沒有這個施行細則 那這是第一個 所以說在具體的執行上 到底要怎麼樣去落實 本身來講並沒有相關的規範 第二個在於哪裡呢 就是說大陸的這個 關於這個兩岸關係的兩岸政策上 他有所謂硬的一手跟軟的一手 那硬的這一手 當然反分裂國家法 會這樣子被界定 可是軟的這一手 對大家來說也很重要 包括過去跟 在馬政府時代 雙方簽的這個23個協議 以及包括大陸推動的這個 所謂的融合發展 因此怎麼樣讓這樣子一個法律 第一個成為可以行動 可以執行的 第二個是成為可以促進這個 去促進這個兩岸的融合的 我覺得這個是其實都在反映在 現在所謂修法的概念裡頭 那王毅講的這個 要所謂的嚴懲台獨 其實也牽涉到一個 就是說 其實大陸也有一些學者 在談這個問題 就是說大陸要反台獨 這個當然在大陸沒有問題 大家就有非常高的共識 可是什麼是台獨 大陸反對的台獨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陸本身自己的學者 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他們已經回到定義上面 去討論這件事情 對 沒有錯 因為如果你這個 你要劃定兩岸關係的紅線 可是你紅線不清楚 對 其實結果第一個 會導致你的這個 要攻擊的對象太多 第二個會導致民間的這種 敵意會升高 因為一般的大陸民眾 也搞不清楚到底誰是台獨 到底什麼行為被稱之為台獨 所以認為就是會把很多 不應該是大陸敵人的人 都當作是敵人 所以其實對於 不管從執法的可行性 不管是兩岸民間的這種 消解敵意這個角度 兩個層面來看 其實台獨的定義 都應該加以明確化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看到 現在的所謂討論 反分裂國家法要修法裡頭 我覺得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發展 那另外一個正面的發展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是不是也要考慮 把兩岸的這種 大陸要推動所謂的融合發展 或者說對台灣的一些 所謂善意的政策也要入法 讓它更有法律的保障 你說有胡蘿蔔還要有 你也要有棍子 要雙管齊下 你不要只有棍子 你棍子不能夠亂打 然後你同時也要有胡蘿蔔 對 我覺得其實 大陸的一些學者在討論 我覺得這些方面是我們 不要看到它要修 反分裂國家法 就覺得它好像要提 要加強它那個棍子 其實我認為有一些方向 其實對兩岸關係 是可以有一些正面作用的 當然我覺得 但民進黨政府過去 就把反分裂國家法 當作是併吞了 其實我覺得經過20年去看這件事情 其實未必是如此 其實它有它某種程度 對內交代的一個功能 但今天我們講與時俱進 其實也可以看到說 有沒有可能通過一個法律 讓兩岸關係 能夠更有法律的一個保障 更法治化 我覺得這個對於兩岸關係 行穩支援 是蠻重要的一個基礎工程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應該是我們要同樣的注意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討論 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的一句話 已經掀起了國際的波蘭 他說了什麼 這給大家看 他說啊 他在2月26號主持的烏克蘭會議 跟大家講說 我不排除向烏克蘭來出兵 烏克蘭來出兵 真的假的 大家想說你到底玩哪招啊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下去 北約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說 我們沒有部署北約戰鬥部隊 到烏克蘭的計畫 好 第一個出來打臉是他 第二個出來打臉的是 白宮拜登政府反對在烏克蘭 部署任何部隊 但大家都想問啦 來周老師 馬克宏到底玩哪招 大家還記得以前 他為了俄烏戰爭這件事情 他跑去跟普丁來和談 感覺關係很好啊 現在你喊出來說 我不排除向烏克蘭出兵 他變成超級大鷹派 轉變在哪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烏克蘭本身現在已經 面臨到非常大的一個困難 他的整個士氣極度的低落 然後逃避徵兵的人非常多 那這樣子面對一個本來就是一個 人口儲物烈是烏克蘭來講 現在能不能把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 都成了一個大的問號 所以歐洲國家感覺到說 如果烏克蘭倒了 那麼下一個面臨俄羅斯 軍事壓力的就是歐洲國家 所以為什麼馬克宏會有這樣的說法 第二個就是他想要展現 他是歐洲的盟主 因為在這個美克爾退休之後 現在馬克宏是最有經驗 又是大國就是德法兩國 那德國的這個領袖是 德國的領導人是比較年輕的 比較資淺的 那他當然就承接起 這樣子的一個責任 大家知道現在此時此刻 這個美國跟這個以色列 也在巴黎跟這個埃及 卡達在談所謂的 尾巴的和談方案 那所以你看巴黎 是這麼樣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當然希望不只是尾巴 在俄烏這個重大的問題上 他也有發言權 第三個 因為川普很有可能要回來 那麼川普一旦回來 歐洲國家就要自己想辦法 保衛自己 那馬克宏曾經主張過說 歐洲要建立自己的陸軍 而建立自己的軍隊 法國也是歐洲 歐盟國家之中 軍隊規模最大的國家 所以他當然要展現出他的實力 就是說他有可能 他有能力 他也有這個意願意志 去領導一個獨立自主的歐洲 對的確這樣看起來 他的確說 感覺要當一個歐洲盟主 或是怎麼樣 但是還包括了北約的秘書長 包括了美國 他都出來打臉 就是說不要讓他當上歐盟的盟主 或者是歐洲的盟主等等 所以現在法國自己 包括外交部長 今天這個就講了嘛 就是說 這個其實也不一定派人去 烏克蘭不一定是派軍隊去 他說可以掃除地雷 可以去協助他們進行對抗 這個所謂的網路攻擊 就轉 有點替他這個轉環了 但是他那個 基本的位置沒有動 基本的立場沒有動 就是說他要加強支持烏克蘭 因為整個法國 不單是法國 連德國最近也加強了 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援 那當然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在 就是說 因為他們加強支持烏克蘭 所以他們國內的這種軍工企業 可以得到支撐 這個因為軍工企業 他如果你沒有一個很穩定的訂單的話 他沒有辦法擴大他的生產量 沒有辦法擴大他的生產量 不單沒有辦法有效的支持烏克蘭 連自己的防衛需求可能都無法滿足 所以當然他也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展現說歐洲國家應該要在防衛這個問題 防衛這個議題上 要有更大的這個投資更大的努力 那尤老師你怎麼看 現在感覺各國都是 各自的利益是為主 有些人希望我的軍工產業 可以彭國 有些人希望我要得到歐洲盟主 我希望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支持等等 他今天開了這個議題之後 每個方的說法都來 對 這不會再玩黑白臉的戰術 因為國際政治上面來講的話 基本上 國家利益是最重要的一個 所有事物考慮的一個關鍵的一個點 就是說除了佐老師剛剛所講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原因 馬克宏為了為什麼變得這麼強硬 其實我認為還有幾個相關一些考量 近幾年來講的話 可能各位從國際新聞看也常看到就是說 法國常會有一些示威罷工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行動 也就是說法國的一個內部政治 其實沒有特別的一個穩定 從國際關係的一個基本理論來說的話 今天你如果內部陷入一個分裂或準分裂 或是衝突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藉由對外的一些相關的動作 是能夠團結國內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邏輯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種馬克宏 他放話不排除對烏克蘭出兵的一個原因之一 那包括主持人照合剛剛所講的 其實我覺得黑白臉的一個策略也不無可能 意思也就是說會不會法國馬克宏 是某種程度的跟美國跟北約去唱一種黑白臉 而他是扮黑臉 那北約跟美國是扮演白臉的一個角色 主要的一個目的當然是讓俄羅斯抓不準 你北約跟西方盟國或者是美國 他們真實的態度到底如何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變成一種 對俄羅斯的一個騷擾戰 坦白講我們也不得而知 但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操作來講的話 其實馬克宏沒有把話說死 就像剛剛我們也有討論 他是說不排除對烏克蘭出兵 而且外交部長還有幫忙出來講話 不排除的話表示有可能 但是也有沒有可能的一個情況 對 那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一個論述 是講得非常非常的彈性 但是至少在這整個媒體焦點來講的話 對於法國光榮的一個恢復 或者是對於他自己本身的一個領導權威的一個加碼 或者是強化在歐洲的一個領導地位 確實都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利多 那但是北約跟美國打臉 我覺得也是在合理的一個考量之中 因為畢竟美國希望能夠主導這樣的一個局面 今天如果美國跟北約國家派兵到烏克蘭去 進行一定程度增援來講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大條了 那俄羅斯他會不會把這樣的一個動作 視為一個準戰爭的一個行為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撤枝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就是 其實美國跟北約國家也很清楚了解 俄羅斯他不是紙老虎 他撐了兩年 他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權力的一個基礎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風險 沒有辦法完全確立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我覺得美國也好 或者是北約秘書上 先進行一定程度的一個風險管控 是在合理的一個範圍之中 其實這次歐洲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是在2月26號的時候 匈牙利國會他投票批准 讓瑞典加入北約成為了定局 那瑞典的總理克里斯特森就說 俄羅斯不會喜歡瑞典成為北約的成員國 當然 不然他為什麼要去打烏克蘭呢 那另外呢 普丁當然也很氣啊 他2月26馬上簽署總統令 他把西部軍區劃分為 莫斯科軍區跟列寧格勒軍區 而且他其實說 俄軍的人數 軍隊人數 3年增至150萬 來 靖哥 你怎麼看 普丁他真的怒了 其實普丁 就是俄羅斯要徵兵 在去年3月時就已經宣佈 12月又再宣佈了一次 而這一次的話 將西部軍區劃為莫斯科軍區跟列寧格勒軍區之後 順道也把北方艦隊那個獨立軍區給取消了 所以還是維持六個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叫做 人家講嘛 這個朝三暮四換來換去 一次重新洗牌 那之所以把它變成莫斯科軍區跟列寧格勒軍區 是因為西部軍區裡頭 他本身的業務量跟駐紮的軍隊 以及相關的區域性的後勤資源 作業本來就太過繁雜 所以將他就是 把它拆開來 把它拆開是合理的做法 那就是俄軍人數3年增到150萬 其實這裡頭所增加的 到目前的130萬的現役部隊 因為他就是說 增是增現役部隊 而不是增後備役部隊 所以他還要將後備役 再轉為現役部隊的員額 他還要花三年逐步來增加 而且增加了未見的是地緣部隊的員額 有很多是 其實是戰鬥支援部隊的名額 因為嚴格上來講 俄乌戰爭從2014年2月20號 這個入侵克里米亞而言 他不是這個就是說 撐了兩年 他已經撐了10年 在這10年之中 他也學到很多的教訓 就是他們原來戰鬥部隊的比重太大 戰鬥支援部隊的數量不足 所以他也做的是結構性的調整 所以我們不要光看到量 而且要看到結構 那當然就是瑞典這方面加入北約 是不是能夠就是說 造成他這個改變決心 我想基本上來講 那個影響很少 因為瑞典並沒有 在加入北約之後順勢增軍 或者增強國防 對 他所面臨的威脅程度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把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想說瑞典怎麼會加入北約 而且跟大家講瑞典它不是指老虎 給大家看這華爾街日報寫的 瑞典的全民防禦政策 為歐洲國家提供了榜樣 什麼叫榜樣 他的職業軍人其實沒有這麼多 但是他的後備軍人有400萬 加上他有一個申保公司 包括生產了施舊的受戰機 包括A26型的柴電攻擊潛艦 所以瑞典它還是有一定的軍事實力 再給大家看 為什麼瑞典對於北約來說是重要呢 瑞典跟芬蘭加入北約之後 你可以大家看到那一張圖 波羅的海 這對於波羅的海的包圍網 有很大的一個作用 你二軍你出海你要怎麼出海呢 要掐住俄羅斯的能源出口的中濟戰 而且大家可以想到 更有能力的是增援波羅的海的三小國 來 周老師 瑞典既然已經這麼強了 過去已經維持所謂的中立好了 中立這麼久了 你這時候加入北約 用意到底在哪裡 當然因為環境有很大的改變 瑞典以瑞典長期以來 它的主要的地緣政治的一個競爭者 跟它的對手就是俄羅斯 事實上瑞典曾經它的領土範圍 包含了今天的挪威 跟包含今天的芬蘭 後來是因為跟俄羅斯打敗了 所以它的領土就逐漸的縮選 其實到今天為止 芬蘭還有一個政黨叫做瑞典人黨 所以你就知道瑞典人其實在芬蘭 還是滿有影響力的 好 那麼瑞典它是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 它是一個軍事大國 它曾經是一個軍事大國 今天仍然是一個軍工企業很重要 比如像它的這個聖保汽車 聖保汽車其實是聖保集團 聖保集團它生產的這個戰鬥機 跟轟炸機 在40年代 50年代 都曾經是全世界速度最快的戰機 跟轟炸機 所以它的軍工企業是非常發達 還有一個像我們大家知道 這個Arison 毅力性 毅力性最早它製造這個 無線通訊的這個設備的時候 是波爾戰爭的時候 英國就使用 毅力性的這個無線通訊機器 所以說它的軍工企業也有很長的歷史 那現在當然因為它傳統的這個 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手俄羅斯 有重新在崛起的可能性 這所謂的崛起當然不是說經濟上 而是軍事上它要重新成為一個軍事的強國 它要重新擴張它既有的它的領土範圍 這個當然讓瑞典覺得非常擔心 所以而且你也注意到 就瑞典這一次加入北約 它不是它自己一個國家 它還有另外一個國家就是芬蘭 對 所以芬蘭加入這個北約跟瑞典是一起的 這當然也有反映在他們傳統上 他們在對抗俄羅斯擴張上有共同的利益 那你再看整個這個所謂的 斯坦地納維亞半島呢 除了這兩個國家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叫做挪威 挪威很早就是北約的盟國 所以這也有一個整個區域同步的概念 就是要共同去防止俄羅斯 重新去擴張它這個領土範圍 來 那個牛老師你怎麼看 真的覺得波羅的海現在完全是封鎖嗎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 最關鍵就是掐住俄羅斯的能源 好 能源你要輸出 你也沒辦法去輸出 你要出海你有沒有辦法出海 現在俄羅斯真的是被掐取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確實對俄羅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威脅 但就是說俄羅斯坦白講 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區 做了相當程度的一個部署 就是加里寧格勒 那加里寧格勒這個點 這個地區它其實是在芬蘭跟立陶宛中間 它其實是歐洲 波蘭 波蘭 對 跟那個立陶宛中間 它基本上其實是歐洲非常具有戰略部署的幾個地區之一 那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對俄羅斯來說的話就會有相當程度的一些利多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俄羅斯也部署了可以在核武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飛彈 而且它也具有這 它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艦隊的一個數量 即便在冷戰結束 或者是烏二戰爭過程中間 這個艦隊的一個數量跟能量 有比較下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趨勢 它確實還有水下作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能力 也能夠藉由火力資源去進行一定程度的登陸作戰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洞悉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進行